好 好 老三 要不是今天聚会 真是没机会 好好当着你面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跟你说小谷 我觉得呀 你是有当领导的才华的 你看现在多好 爱情事业双丰收 你要说这个呢 多说两句 其实当时我跟你那发小的 那叫范蓉 我们俩之间 什么事都没有 一天恋爱都没谈过 不能够 我都看见了 又送花了又约会了 假的 全是假的 当时我那样做 是为了故意气你的 那花啊也是我买给人家 人家不要给我退回来的 你不信 你问我女朋友 当面问她 不是不是 怎么又一女朋友啊 这又是真的假的呀 这回是真的 而且我这女朋友啊 和范蓉还是同事 都是医生 这不是头两天 跟范蓉去那个 闻山救灾去了 闻山救什么灾 水灾啊 你看新闻没有 发大水那是乌州 闻山离乌州 还二百多里地呢 撒谎都撒不远 你懂什么呀 我就是闻山那儿的人 乌州发大水 闻山船上飘 说的就是 这乌州要发大水了 过不了几天 这闻山就完蛋了 人家医务人员都赶过去了 就是为了闻山这水灾啊 你要是还不信 你自己过两天看新闻 来了 等着买汽车吧 一个钟头 涨了五个点 瞧瞧没有 全疯了 赶紧跑 逃谁啊 闻山摇曳 一鼓也不留 赶紧跑 疯了吧 现在大盘走势正好呢 再等一会儿就涨停满了 你今天绝对等不到涨停了 听我的赶紧跑 没错 不是 你别着急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呀 你跟我简单地跟你说 闻山药业是闻山的大企业 城市就在闻山 可闻山马上就要发大水了 说不定就是现在 发大水是哪儿啊 乌州 新闻天天报 你不看新闻是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 但你必须听我的赶紧跑 这事绝对不能听你的 兄弟 你哥哥不傻 听我的 算我求你了 好吧 咱俩的钱也绑在一块儿了 咱们必须共进共退 共进共退 你就更应该听我的话 咱们哥俩一块儿整结 现在就是挣大钱的好机会 绝对不能抛 咱们现在已经挣到钱了 把手里的五票抛出去 咱们直接进中户室 要直接进大后室 你不能这么贪啊 你跟钱有仇是不是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 但你就想想 咱们这么多年一起 打打杀杀地过来 我害过你吗 你信我一回 就是你一回行吗 行 老三 我管不了你 你愿意抛你抛吧 谢谢你 要抛你抛你那份儿 我不抛 大哥 算好了 这个数 抛吧 但是兄弟 要抛一起抛 师兄弟 你就更厉害听我的话 我今天绝对不听你的 好 郭晓阳 咱们俩从今往后 各走各地 临背才死 鸟为食王 好 不是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办公室的人让我在这儿等你 办进猪虎时的手续 恭喜啊 还真是几家欢乐几家床 刚刚楼下 救护车又拉走了两个 五四有风险 入室需谨慎 对你啊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很简单 文山药业是文山的大企业 但文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 吴州发了大水 一定会波及到文山 可文山的股票不跌 反而大涨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这也是我后来琢磨出来的 这是一颗糖衣炮弹 所以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按棕抄盘 如果我不泡 那救货车拉走的就是我了 所以你就把糖衣吃了 把泡弹留给别人了 怎么样 我还算聪明吧 一点小灵气 不过离智慧还远着呢 那怎么才能有智慧 不知道 也许 世青有什么贵人的指点 又或者是看了一本好书 又或者 是和女人谈了一场高质量的恋爱 有人要掏楼啊 大哥别动 别动 别动 大哥你下来 再年纪清晴 可不敢买这一步啊大哥 你有啥想不开 不就是赔点欠吗 那欠算个啥呀 生不带来 私不带去 命多金贵啊 这命比欠重要 你想一想 咱家里边还有八十岁 痰痪在窗里老母 还等着你回去 八十八尿 你再想想 咱家老婆子 饱了韭菜 鸡蛋馅的胶子 还等着你回去吃的 还有咱玩这好的几个哥们弟兄 把马脚拙都等纸毫了 就撒全宜啊 更重要的是 你得 你得替我们个几个月想想啊 李老这么一跳 我们这几个月 鸡子甲将军可全都木了 你闭嘴行吗 我们求你了 哥 闭嘴 哥 这个别挑 这么严肃一件事情 让你给绞成这样了 对 大哥 你要生气你就嗨 你就骂 骂出来就好了 就像这样骂出来就好了 他 招舱跳下去了 唐塔也跳下去了 现在轮到你了 给我跳 跳 我 这他还轮到我来 我 我不能跳 我 我家里边还有八十岁的老母 滚蛋 哥 我滚蛋可以 你不能跳 你不能跳 别别别 这个同志 你可不能再往前了 你可不敢再刺激他 这个人怪不容易来 你看 他那几个弟兄们全跳下去了 就登塔了 我劝劝他 劝不动 我是他进口就 放心 不是说要荡起双枪跳进石下海吗 怎么改跳楼了 石下海开酒吧了 我闲那吵得慌 究竟解决 也行 待会儿跳之前啊 把那风衣给我拖下来 我还一直挺喜欢这件衣裳的 你咋当救助 你咋把人往祸坑那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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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胸闷上来透口气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让我们荡起双枪 好了 全是误会 大家辛苦了 去忙吧 叶姐 你说今儿我要真从这儿跳下去 郭晓杨会哭吗 不存在这种假设 怎么呢 因为他知道你是个明白人 不会做这么蠢的事 也对 好死不如赖活着 是啊 活着也挺好的 今天他让我给他帮了个忙 让我在二楼 把你们所有的股票都给抛了 而且他竞争护士的手续 已经办好了 走了 走了 别开热闹了 走了 走了 别开热闹了 洗洗睡吧 你让我三个子我赢不了你啊 你应该让我四个子才对呢 我把老姜让给你 咱俩就甭下了 老大还睡着呢 昨儿晚上收车 收得特晚 这会儿还睡着呢 咱多睡会儿 他姑给他介绍对象的事 你跟他说了吗 说了 还那老话不见 你说这一个一个的 这是怎么了 没有一个带媳妇回来的 我这大孙子什么时候能抱上 你老人家脾气好啊 急了抄棍子就打 儿子都不敢回来 还 还媳妇 那是该打 你说 放着好好的工作 他不干 倒腾股票 儿子大了都有自己个主意 以后你就甭管了 得得得 管也管不了 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毁齐了啊 我不 我让你仨字你还毁齐 你今天非要僵死我啊 还记得这儿吗 记得 没想到这小破饭馆还在 十好几年了 也没变样 还那德行 咱俩变了 那是 你刚刚说了吗 十多年了 当年咱在这儿吃饭 每回都是要几盛啤酒 来个花生米弄盆算茬 今儿我照原样又来了一份 吃了吗 没喝啤酒 喝点吧 咱俩啊 待会儿再喝 我妈跟你说说话 也正 咱俩先吃饭 吃完饭 跟我上歌厅喝去 今儿给你开一瓶顶级的XO 小一万块 你干嘛这么破费 谢你 用不着 拿着兄弟 我今儿差点败了 这事要我 为点钱差点鸡眼了 行了 肉麻的话不说了 老三 哥哥在这儿给你赔不是 赔了钱 兄弟反目成仇 这事挺俗的 赚了钱 哥俩又和好如夫 这事也挺俗的 那怎么才能不俗呢 趁着人没走 茶没凉 咱还是做兄弟吧 咱不一直都是兄弟吗 一直是 可后来遇见钱了 人就变了 而且不顾十几年的交情 很轻松就变了 这事不赖钱 赖人 咱俩 俗人 一看见钱 就立马更快鬼胎 谁也不顾兄弟了 这事是我蒙醉了 弄了个皆大欢喜 我要是蒙错了呢 咱俩还能在一桌上吃饭吗 那咱就改 改得没那么俗不得了吗 有些事能改 有些事改不了 就像这破饭馆似的 十几年了 改不了 老三 什么话您先说吧 把钱拆开 够干个的 要不 拆开的就是兄弟了 我不愿意 钱是个坏的模样 你钱是好东西 扔坏 咱坏吗 你说呢 来 衣裳喜欢 穿去玩上 哥哥先撤了 哥们儿还在哥丁等着我 这破我陪你喝两杯 得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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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挂了 你今儿怎么才来呀 不玩吗 小云还没唱 说你是玩暗恋的吧 还不信 哥顶多算是一歌迷 谁信呀 不是帮我玩呗 行啊 特别行 干吗呀 瞧你穿那袜子呢 破了洞了 买两张新的 眼神还挺好使的 谢谢啊 这买袜子钱咱还有 我们家哥寺就缺个魅 瞧你这闺蜜还不错 在家拍老二 叫二哥 瞧你那坏样 不叫 叫一个想听 二哥 哎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好 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来临 咱们美好的夜晚 新老朋友团聚在一起 此时此刻 我想大家和我一样 都在共同期待 期待着即将出场的这位歌手 她是谁呢 她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 行影诗人 裴小云小姐 裴小云小姐在哪里 掌声在哪里 裴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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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小云 裴小云 艺团 裴小云 rad 裴小云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说的那句话 有你这样的吗 人歌还没唱完呢 你把话都摆上去了 歌就是一纯歌迷 来 你就可以了 我其实有没有 是不过 你不可以了 我就是想帮我 一句话 拍摄 有疑 下距离 我们就想帮我 有疑伙伴 出友 他相对 想不这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两句 我呢 行 你们都歇着吧 这舞台归我了 我呢 叫大马 今天不管你们吃什么 喝什么 全算我的 我真不是有钱丑仙呗 真正的有钱人是那位 今儿一来就把所有的花篮都给包了 那我得请你上台来跟大伙见见面 大伙想不想见 想见的话 掌声鼓励 来吧 还害羞啊 叫上了干嘛 跟大伙见个面 那儿 姐 您做大买卖的 您才有钱人 您大宽 那二位老板都认识啊 好呀 都算出来玩了 何必呢 你说真要闹出点事 这检查来了 这谁都麻烦 是不是 没想着闹事 我也没想惹事 大就好 大就好 这样 咱们唱首歌 痛快痛快 好不好 喉两嗓子就痛快了 哥们还真就想痛快痛快了 真好 真好 我也想痛快痛快 给我点一句载语动 好 我先来 乌生 凭什么你先来 我就先来 都是好样的 人家谁唱都一样 对吧 这样 我提议啊 咱们来个合唱 头好 大家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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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媚你坐船头 隔隔岸上走 恩恩爱爱 千生当游游 我俩的情 我俩的爱 在千生上当游游 当游游 你继不一种情 没有别的祈求 这盘拉着美美的手 和你并肩走 大好笑 打 打怎么样我这歌 真好 好 我自个儿都没发现了 哥 干嘛 没错 没错 好 慢点 慢点 这边 这边 怎么开车呢 会吧 爸 马总 你咱还没痛快够 这打算怎么痛快痛快 咱们俩一大合唱 来 等等 等等 别急啊 等我 我 这 Robert 我 就 没有 弄死人 你去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唱首歌 一二 这可是你先动的手 周超 干吗呀 干吗呀 干吗呀你们 人也打了 气也出了 差不多得了 把人放了 事人到大了 你们谁都不好过 你是他什么人哪 我是他琴 听说过英雄救美 第一次看见美女救英雄 姑娘你刀不错了 给哥露露 别 别 你真划呀 你 得得得 我相信 我相信你说琴 好吧 姑娘你够意思 等等 够意思 我告诉你们 我已经报警了 要么你们就赶快走 要么 你们就看着我死 马哥什么都看着 就是看着那姑娘受委屈 得嘞 姑娘 就是给你一面 我们先撤 好 二哥 来人哪 来人哪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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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来说 我去见她 我来听说 你这位好 我来听说 我去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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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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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不见 麻嘴还没过呢 直接送病房吧 行 走 情况怎么样 头部外伤缝了二十多针 胃骨断了两根 这么严重 刚给接上了 不是 会不会有什么后遇症无聊 观察一阵再说吧 好 他怎么样了 帅着呢 您是 我是他朋友 我叫小薇 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他给送过来的 医生跟我说了 幸亏您给他送来了 要不麻烦就大了 真得好好谢谢您 您别客气 那他现在严不严重啊 瘋了二多针 肋骨舌了两根 这帮家伙 下手也太狠了 把人打成这样 这么说您看见了 我要不在 他就废了 刚我也没好意思问 您这手 是不是也跟他们一块儿弄的呀 我这手是我自己拿刀划的 昨天那么多人 我谁也打不过 我就只能拿这招吓唬他们了 要不然他们没完没了 那还真厉害 咱借也不说话 那个我想知道一下 是什么人干的这事 他们那伙人的头叫 大马 谁 大马 还吃吗 就你最能吃了 饭给你拿好了 红烧带鱼 本儿香 都给你吃 怎么了 谁让我们范大夫了 坏人 坏人 刚才那男的跟你说话那病人家属 就是他 他是谁啊 你认识 太认识了 我怎么跟他认识我 这倒了血没了 你疼疼 你疼疼 他不会就是那谁吧 他就是老三 人看着还行呗 怎么了 破镜充元应该高兴啊 怎么情节多云了 怎么了 都来你们家林小谷 没事 瞎跟我这儿倒什么乱啊 对 就来他 就来他 都来他 放心 有我在呢 我帮你摆平 行吗 行吗 什么 什么 大马 就是小时候咱们都知道那大马 不对啊 他不是早进去了吗 近两年出来了 刚才是打动点生意 后来跟我一起做股票 你怎么还跟他在一块儿 我告诉你 不管你们现在什么关系 绝不能饶着这小子 我不管 先报警抓了人家 会不会不及待 都好 一点 麻烦 那就来 固定了 都好 不忍不去 旁边 帮来 就站在众子上 好 天天老二怎么对二小姐他妈的这些事 还有老二对二小姐的这点心思 约约本本地告诉他 不管他们成不成 我得让二小姐明白这点事 合适吗 二等老二好了 跟他商量商量再说 跟他商量 得了吧 甭看他成天咋咋糊糊的 其实就数他面 喜欢人家吧还不敢跟人说 做点好事吧还得偷偷摸摸的 他要早跟二小姐挑明 还至于天天往歌厅跑 让人打成这样 脸是这么个脸 事呢也能跟二小姐说 但你现在正在气头上 你跟他说起 回头再跟他谈崩了 这样吧 二我去说吧 你 你还嫌事不够大呀 谁去也不能你去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别跟我装 行行行行 我不管了你随便 老板 这边也没什么事 你该干嘛干嘛去 我接着早班 晚上你来接班就成了 那姑娘呢 回家了 人家说要洗个澡 换个医生回头再来 这姑娘真不错 怎么让人走了呀 应该先给请人吃顿饭 好好谢人家 这事儿办呢 这事儿 可不敢跟爸妈讲 天知地知 你知 我知 老四 我怎么觉得家里出大事儿的时候 你总能干出来呀 我 我就是 革命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 哪里搬 你看我这一机动 话又不利落 你得咳嗽两事 别人家 你 你就给我装 走吧 老佳 饭菜饭菜吗 在 请进 我二哥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谈不上 你怎么回事